有一个青年总是非常地落魄 他不得志 有人就向他推荐一位智者 智者实际上就是大德了 一般是大德了 智者沉思了良久 突然默然拿起一个瓢 就是换了一个水 就问他 你知道这个水是什么形状吗 这人摇摇头 说哎呀这个水有什么形状 智者就把这个水倒入了水杯子里 这人恍然 哦我知道了 水原来像杯子 智者又把这个杯子的水倒入了旁边的花瓶里 这人又悟到 哦水的形状像花瓶 智者摇摇头 轻轻地端起花瓶 把水啊咚咚咚咚咚咚啊 全部倒到了沙土的泥土里面去 一个盆 轻轻地水呢 一下子融入了沙土 不见了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智者呢 弯腰呢 去拿起一把刚刚被水倒过的沙土说 看水就这么消失了 这就是人的一生 青年人说 哦 这个老师我知道了 您是通过水告诉我 社会处处像一个规则的容器 把你放在哪里 你就要像它一样 在好好的地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人应该像水一样 沉浸什么容器 就要变成什么形状 而且人很可能会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 慢慢地消失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人就应该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找工作了 一切一切 到了最后我们死亡了 就是这样 像水一样 消失得非常的迅速 因为这个人间的一切来的都是 特别的突然 一切都无法改变 这个智者呢 这个跟他这么讲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说吧 这个智者呢就走出门了 那这个青年人就跟着他后面 在屋檐下呢 智者呢 手呢 在青石板的台阶上呢 摸了一会儿 这个青年人呢 也把手指呢 伸向刚才这位智者摸的青石板上 感到有一个凹进去的凹处 智者说 一到下雨天 雨水就会从屋檐下落下 你看这个凹处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 这时候这个青年人才大悟说 哎呀 我明白了 其实人可以被装入规则的容器 但又应该像这小小的水滴 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 直到改变容器 这个智者说 对 滴水穿石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在人间 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 但是你要想改变它 你就要有坚强的意志 我天天做一点 你终有一天会改变 人生如水 有的时候是拿自己跟别人相比 我们人一比人 那就会产生傲慢或者产生自卑 每个人都要改变的 努力改变的环境 实现无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适应环境 还要改变环境 碰到任何的环境 你尽量地去适应它 圆容它 但是必要的时候 要弯一弯 转一转 因为太坚硬的 都容易折断 所以我们做人要用妙法 大家想一想 当年佛陀想去度一个老妈妈 因为佛陀看因果 知道她跟这个老妈妈的关系 前世并不是太有这种缘分 所以她就让阿难前去 度化这个老妈妈 这就叫人间修行 我们不要怕坚硬 而是要用自己慈悲的心 和随缘的心 宽容的心去改变困难 改变人心 战胜自己周围更多的烦恼和障碍 啊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随远 不管在人间有多大的烦恼 要用妙法去改变它 想一想 人都会改变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到大 没有改变 所以他的形象在改变 他的内心也在改变 而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 要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有一个老婆 她很爱打扮 有一天呢 冲着她老公说 老公啊 你看我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好看吗 你看老公没讲话 你夸夸我呀 老公在结婚之前 天天夸她的 现在呢 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了 老公不想夸她 老公呢 正好这天呢 单位里也有点烦的事情 心里不高兴 看看她 一句话也不讲 老婆有点生气了 以前你整天夸我的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敷衍几句也好啊 你怎么现在连敷衍几句 都不可以了 这老公啊 非常随缘地说 随你怎么想吧 我只是觉得 我自己现在根本不配 跟仙女讲话 你看看 矛盾解决了吧 人生有的时候 一句话就改变了气场了 本来要吵起来了 一句话 一个句话 一个意思一转变 所以人要懂得 怎么来转化矛盾 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现在有的人就喜欢激化矛盾 人生的缺陷 就是拿自己去跟别人相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不必拿自己的优点 去比别人的缺点 也不要拿别人的优点 来比自己的缺点 一个会产生自卑 一个会产生功高我慢 所以不要拿别人的优点 比和缺点 比这样 你就会每一天 不会迷失自己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看别人 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痛苦万分 有的人看见 别人中六合彩了 就痛苦了 有的人看见 人家有钱买得起了 自己买不起 你跟财富比了 你又会难过 而且会使你堕落 人的烦恼担心痛苦 其实是自我内心的一种评判 人的天职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好好的把你自己做好吧 所以做人首先要做自己 你要认清自己 你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吃几斤几两 你怎么能够帮助自己 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 所以要拥有自己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佛法界的自度度人 有个女儿扶着双目失明的父亲 来到了一家面馆 大声地说 服务员来两碗香菇素鸡面 店员正准备开票 女儿又突然摇摇手 指了指 父亲小声地说 因为爸爸看不见了 只给我来一碗香菇素鸡面就可以了 另外一碗给我来一碗阳春面 大家知道阳春面是什么吗 这是光面了 就好听呀 听得懂吗 就是白面条呀 听懂吗 然后呢 这个店员呢 很会议 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很节约 没有什么钱 但是又想孝敬父亲 不知道父亲呢 一碗肯定不肯吃的 所以呢 就将两碗面呢 端到他们面前 这个父亲呢 眼睛看不见 这个默默缩缩的 把筷子呢 在碗里呢 探索着 好不容易夹住一块素鸡 连忙把这个素鸡呢 就夹到女儿的碗里 虽然都是两碗素鸡面 他要夹过去 其实女儿碗里是个阳春面 但是女儿呢 没有阻止夫妻的行为 只是默不作声的 偷偷的呢 把父亲加来的素鸡呢 又加回去 这样呢 这个一直没有声音的 把素鸡片来回的 加回到父亲的碗中 来回几次啊 这父亲觉得碗中 怎么素鸡加不完的了 好像永远加不完的 父亲就感叹了说 哎呀 这个饭店真厚到 里面里面有这么多的素鸡片 店员呢 看到这个被感动了 少少的几片素鸡 取脂可数的素鸡 女儿就是赶紧就说 爸您快吃吧 我的碗里还有好几块呢 店主看到了这一幕啊 心头啊 净 赶紧进厨房端来一盘 卤味素鸡 送到他们桌子上 对着疑惑的女儿说 今天是本店周年店庆 这是送给你们的 女儿笑了一笑 加起几片的素鸡片的 放进了父亲碗里 他们走后呢 店员收完的时候 突然叫起来 他说 哎呦 这碗下有钱呢 原来这个女儿 在碗里加了几张纸币 那数目正好是 价目表上一盘 卤味素鸡的价格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要孝顺 我们人更要懂得诚信 真诚对别人 因为诚信是对事 对人的一种尊重 过去在史记里面 有个典故 就是说 得黄金一百金啊 还不如得到 祭部一落 那么在古时候 有一个叫祭部 他说这个人呢 言而有信 是在全国出了名了 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 不惜万难 他也要做到 他的承诺 所有的人都说 比金子更要值钱 只可惜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坚守承诺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要提倡人的诚信 那个现代人呢 在酒桌上啊 总是高谈扩论 一会儿说 自己的项目有几千万了 一会儿说 自己认识的 哪个名人的大款了 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啊 尽管跟我说 你如果真的去找他帮忙呢 他拍拍胸脯门口答应 让你放心 结果你眼巴巴的等了 好多年或者好几个月 你也送了不少 什么事情 他却事后反悔 让你空欢喜一场 还有的人 借钱的时候说 发了工资一定还你 后来你 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 你不敢提 你不好意思提 他就忘记了 你帮了他的忙 他说改天 一定请你吃大餐 你等啊等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听师父演讲 因为我讲的都是人生现实的问题 这是要解决人的心理问题 这是人现在的风气问题 这些看起来都像一个小事情 但日积月累下来 你会慢慢的透支你的个人的信誉的 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不撒谎 不吹牛 如果你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人 你们要记住师父一句话 你终会被别人遗忘的 我们做人不能承诺过什么事情就忘记 如果你不能承诺 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如果誓言可以随便被你自己打破 那你这个人就不值得别人的信任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说 若不轻许 故我不负人 若不轻信 故人不负我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不要轻易的去许弱 所以你永远不会对不起别人 若不轻信 如果别人许了若言 你不要去完全去马上相信他 故人不负我 也就是说 别人不会对不起你 有一个张先生 整天求财 法师呢 让他好好的先好好修心 他到庙里去 法师说你先修心吧 不要求财了 他说法师我太穷了 我要求菩萨给我啊 第一个礼拜呢 他就向菩萨祈求说 尊敬的菩萨 让我中彩票吧 没戏 第二个礼拜 张先生又到庙里 向菩萨祈求 菩萨 这个星期的彩票很大 你让我中彩票吧 我一定好好修行 没有 第三个礼拜 张先生还是没有好好修行 但是呢 他又一次向菩萨的去祈求 菩萨求求你呀 亲爱的菩萨 你让我中中彩票吧 突然 有一个声音从庙里的房顶传出来 跟他讲 张先生 请您先去买一张彩票好吗 这个笑话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求菩萨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行动啊 如果你没有行动 你怎么求也求不到啊 你今天彩票都没买 你怎么求得到彩票呢 你今天没有跟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许愿 放声念经 落实到你的行动上 你怎么求都求不到的呀 这就叫道理 所以我们人不要轻易地许诺 但是也不可以没有誓言 记住了 轻易许诺的人 那是不尊重别人 想尊重自己 就要实实在在地去做 去行 这样你才会被别人信任 同时我们做人 也要疑人不交 交人不移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做朋友 我不怀疑你 等到哪一天 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了 我就不跟你交这个朋友 所以任何学博人都要懂得 怀疑别人的人 你不会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但是轻易许诺而不执行 你就会失去很多的人 还有很多的成功机会 有位朋友找了一堆同事来家里打麻将 结果好像运气一直不好 一直在输 这个朋友非常迷风水 突然他想试一试手 拿出他的绝招 于是他就让他老公到楼下超市去买一点化煤 他说老公 下去买一点化煤跟我上来 意思就是化掉煤运 化煤 听懂了吗 结果呢 照样打 一边吃一边打 打到后来 一边吃一边照样再输 他在想不应该呀 这个煤怎么还没化掉呢 结果拿起化煤的包装纸 一看上面写着世界第一煤 学佛人要懂得人生当中有很多无聊的观念 要学会放下 有的时候你放下了那些无聊的观念 你就等于放过了自己 有的时候不值得的眼泪不要掉 不值得的事情不要去折磨自己 活着的智慧就是永远不要去纠结自己的过去 因为你拥有了现在 在从前在古印度 在印度有一个人吝啬的不得了 非常的吝啬 你不要说叫他布施 就是叫他开口说出布施这两个字 他都觉得非常的心痛 我要布施 还没布施了就心痛 然后呢 他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在他的心里呀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 布施他人的意愿 非常恭喜他的事 他生在了佛陀的年代 所以他后来遇见了佛陀 他从佛陀的教化当中 知道了布施的功德 可是由于他生性吝啬 想过要布施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走出这一步去布施给别人 那个时候他就去拜访佛陀 佛陀跟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 叫他右手拿一把草 然后叫他想象的 把右手当成你自己 把左手当成别人 然后叫他把右手的那把草 交给左手的别人 因为草是微不足道的嘛 草算什么呢 一把草给他们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吝啬的人呢 因为右手已经拿起来一把草了 你叫他再给 左手的话他都很痛苦了 草都不愿意给了 即使这样 这个人还是犹豫不决 反复地想 我是不是要把右手的东西给左手呢 经过几次的练习 佛陀在叫他把左手的东西再交还给右手 左右手反复训练久了 他慢慢习惯把东西就开始给出来了 然后启发了他的布施心 开始他在家里把一些好的东西懂得拿出来布施给别人 终于他能布施自己的财产 最后他有了大菩提心 当年在佛陀的教导下 他为了利益众生 甚至布施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菩提智慧 启发我们 菩萨给予我们的是右手交给左手 菩萨给我们的等于给了我们的右手 让我们把右手的东西交给左手 我们的给予众生的所有的一切相当于你的左手 你把众生给你的东西你又等于收起来交还给你的右手 记住了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 它都是我们的手 它都是一样的美 一样的感觉 一样的伤痛 因为左手和右手都流着一样的血呀 所以布施会让你体验众生生命痛苦的历程 慈悲会让你瞬间打开心门 生命需要感悟和开悟 也需要经历各种的生活历程 从小我来改变成大我 从无名到明星见性 你会意外的获得生命的真正财富 有一对夫妻结婚半年 妻子呢听别人说喝红酒可以变得年轻 坚持喝红酒半年 记性却喝得越来越差 有一天问她的丈夫 都说喝红酒养颜 你看我变年轻了没有啊 你看我都快成少女了 这个丈夫瞅了她一眼 心里想想咋回事 嘴巴里说 嗯 你说的不是年龄吧 是你的智商吧 你再喝俩月的话 你就能上幼儿园了 过量的饮酒 医学上称为慢性酒精中毒 就算有人同情你 最后在人生收拾残局的 还是你自己呀 所以人不要听风就是雨呀 好好地把握自己 有一些人你可以期待 可以靠靠她 但是不能依赖 时刻告诫自己 努力坚强修心改命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摔倒自己爬 每个人的路都得靠自己来走 累不累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学佛人要学金刚萨多菩萨 心如菩提 智如金刚 一切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一生赚钱为生命 有的时候在恐惧烦恼 在恐惧烦恼压力下 害怕一切的过的日子 但是到头来 一无所有 但当你真正开始身体不好的时候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突然会觉得 我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这个时候 谁都怕你呢 为什么 亲戚看到你生重病了 怕你借钱 爸爸妈妈怕你治不好 配偶 怕你无法与他共度下半生 老板怕你不能回来工作 赶紧找人替你 医生怕你支付不起医疗费 随时看你的余额停药 那时候 你的脾气和傲气都不见了 记住台长一句话 生命里没有路过 只有后果和因果呀 我们唯有趁早 重视自己的慧命 早日修行 想通 想通想明白 好好地保养好自己的肉身 借甲修身 你才能拥有一个快乐无忧的人生啊 有一位朋友开车 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当时躺下的一瞬间 她就感觉到她这辈子算完了 要赔多少钱都不知道 还要可能有一个故意或者过失杀人罪等等 但是突然老太太自己爬起来了 而且爬起来的时候 她心情 哎呀 感谢呀 老天爷开眼了 没想到这个老太太说了一句话 地上太烫了 碰瓷啊 朋友马上就说 哎呀 感恩太阳公公啊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看热闹的 你自己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 你想要的生活和东西 学博人知人生无常 有些事情必须要想开 在这个世界上记住 你就是你 你痛是痛你自己 你累是累你自己啊